近期台湾多项的农产品出口中国受阻 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台中市农业局表示 经过盘点后 目前只有茂骨干有销往中国 而每年大约是200吨 接下来将会协助转销到加拿大和东南亚的市场 并且配合农产加工技术来降低农民的冲击 而在鱼产的部分 台中市主要捕捞的鱼货都不在这波的限制当中 受到的影响也相对比较小 季凤梨十八月后 近期中国又陆续禁止台湾多项农予产品及食品进口 引发各界忧心 为此台中市农业局经过盘点后表示 目前锦茂骨干有销往中国 今年大约有200吨 因此接下来将会协助转销加拿大和东南亚市场 至于其他农产都没有销售到中国 影响不大 目前我们经过盘点 过去只有茂骨干一项 只有200吨销大陆 其他产品我们几乎都不销中国大陆 这个方面相对影响比较小 但是我们现在茂骨干我们在规划 在销往加拿大跟东南亚市场 那我想未来我们这个市场 我们现在在规划 未来我们会相关的问题 都能够帮农民来扣大他的 调整他的市场通路 台中市茂骨干产量全国排名第一 年产量超过一万公顿 因为皮薄多汁且酸甜适中 生活消费者喜爱 采收后还能进行低温储藏 相当适合外销 但如今出口中国受阻 市府农业局也强调 除了协助转销外 也会配合农产加工技术 制作柑橘相关产品 帮助农民降低冲准 那未来我们希望帮农民 解决我们的产销问题 让农产品的价格能够提升 而且创造我们这些附加价值 还有我们的加工产业 业者也能够有好的原料 可以来发展 让我们的这种 这种农民得到利益以外 我们产业也能够配合发展 食品加工业能够带动起来 另外在鱼产方面 这次禁止进口的五载鱼是养殖鱼种 而秋刀鱼由于是远洋鱼业 都不是台中市主要捕捞的鱼货 因此受到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